旗鼓双当 和大家讲一下旗鼓双当的当字 这个字就是一个很常用的字 不过它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所以也值得讲几句 这个字怎么做出来的呢 上面这个从上就是它的声部 下面这个田就是它的意思 这个字原来造字是什么呢 古时量度地用一幅一幅田来量度 这个当字是指两幅田的面积一样 就为之当 所以这个当字的意思就是一样相同 所以相当就是一样的意思 旗鼓双当 这个诚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那怎么来的呢 在后汉书 有一个叫做《矮梟传》里面 矮梟是在东汉即是刘秀 这个方武帝的年代 它就占据了这个甘肃一带 有很大的兵力在这里 但是它就有意效忠这个东汉 同时在四川就有个叫做公宣术的 亦都拥兵自重 分分钟就想打过来 这样一款 刘秀就写信给这个矮梟 就说如果公宣术打过来 就麻烦你都出兵 那你的兵马加上我 我们就可以跟公宣术有得砌 旗鼓双当 即是说这个恩将军兵马 我就可以跟公宣术旗鼓双当 这个原来的出处就是这样的 意思亦都很清楚很明白 即是说力量相等 所以这个当字一个很常用的解法 就是指相同对等 所谓门当互对 就是这个当字 这个当也可以指对正 例如当街当巷 当窗 我想要一个当窗的位置 就是这样 我们读这个木兰词都有 即即服即即 木兰当户 即当户 亦都是对着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解法 常常用的 就是说一个人有担当 就是说他有承担 这个当字就是有承担的意思 除了读个当字之外 这个第一声 这个字还可以读个当字 第三声 广东话 这个当呢 有另外一个解法 最常用这个当呢 是解释合式的 这个意思 恰当 如果说一个人呢 说话用一些字 不是很对的 用词不当 可以用当这个字 另外呢 这个当也可以解 暂时顶住先 比如说安部当居 没有车 那我们不如行路了 亦都可以解 就是认为 以为 我当你答应的了 你不出声 你不反对 我当你同意的了 这个当 亦都是 可以这样解法 所以这个字呢 如果要讲完它的 解法和用法呢 可能有十几十个 那么多 那么 讲住几个 大家都知道 最常用就是这些 那么我们不要 就将应该读当 时读了当 或者应该读当时 就读了当 请不吝点赞 开拓 优优独蜡 региона 预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